大家好,我是晨晨妈 今天我们用来织帽子 今天这一款帽子是一款双层的 真正的双层的帽子 它是可以当作四个帽子来戴的 就是一款四代的帽子 看到没有,它是真正的双层的 这一面呢,如果我们这样戴的话 可以是一个纯白色的对对帽 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个边翻起来 它就是一个翻边帽 然后如果你想换一面的话呢 这一面呢,是一个纯红色的对对帽 然后也可以去翻边,把这个边翻起来 如果你有标牌的话 在这个前面缝一个标牌也会更好看 它是真正的双层的 所以是非常暖和的,非常暖和 然后它的主体全部都是下针 全部都是下针 这个我用的嫩嫩是松鼠浓的毛线来织的 我用的是4.0毫米的环形针来织的 然后最上面帽顶收针的时候 我也需要用到四根直针 也是那个4.0的 如果你没有环形针 我们一直用四根直针来织 也是可以的 其他的就是基础工具 剪刀缝合针和记号扣 那这一款帽子呢 因为它是那个就是它是双层的嘛 但是呢,它是一次性织上去的 就是咱们织一下 织一次的时候 它是可以织出双层的 所以这种特殊的织法呢 织出来的这个成品呢 它会比我们单独织一片的时候会更松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帽子主体 我是两层一起织 然后这个帽顶 我后面是分开一片一片织的 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看出 是吧 它就比帽顶呢要更松一点 所以它的这个弹性呢 就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然后我自己这一款呢 因为我的头围是那个55.5厘米 我起的是两个70帧 我自己带是蛮合适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帧线的出现 还有手镜 以及自己的头围的大小 看一下自己应该起多少帧 这个随便单数或者双数都没有关系 只要起适合自己头围的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起针来织 起针呢前面说了 随便起多少针 适合自己的头围就行 咱们打个活节套到棒针上 起针方法用的是 针上下针的方法来起的 因为这样起的这个帽边呢 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右针穿过第一针的左边 刮线挑出 把这个线圈套到左针上 这样呢就起好了两针 这个时候支线大家看一下 它是在后面 支线在后面咱们就支上针 所以右针放到支线的下面 从后面往前面路针 路针点是两针中间 挂线挑出 这是第三针 这个时候支线在前面 支线在前面咱们就支下针 所以右针就放到支线的上面 从前面往后面路针 每一次路针点都是两针中间 挂线挑出 接下来咱们就重复这个方法了 挂线挑出像支了一个上针 挂线挑出支了一个下针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一直的去起针 起自己需要的针数 然后再去加一针 起针呢起好了 有个地方再次说清楚一下 就是我前面说起针数 不管是单数或者双数都可以 指的是就一层而言 所以现在这个帽子呢 咱们是两层一起支 所以现在我们起的针数 是两层的针数 换句话说就是 咱们起针一定要起双数针 那我这里起了一个140针 相当于每个帽子就是每一层帽子是70针 然后再加了一针 也就是我现在起了141针 大家起完针数之后呢 就是大概平均的分到三根棒针上 如果你有环形针呢 就是这样直接圈起来支就可以 然后呢 在你支之前一定要像这样的 把这个所有起的针数 这里呢全部是 好看到没有 全部是这样要朝一个方向 全部要朝一个方向 中间呢是不能够扭起来的 好我这里已经调整好了 调整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支了 那我环形针呢就直接这样支 好我们开始第一圈 首先呢我们是需要做一个 手尾相连的处理 把多起的那一针呢 咱们把它给剪掉 所以我们用左针 挑下右针的 参过右针的第一针 然后再用右针把左针的第一针 把它挑起来 把它挑过来 然后这两针同时从左针摘针 咱们把支线和起针的线头 都把它拉拉紧 再把这一针呢 刚才挑过来的这一针 转回到左针上 转移回去 好现在我的总针数回到了 双数140针 把多起的那一针呢 咱们剪掉了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放个记号扣 因为我是环形针嘛 这个是开始结束的地方 那现在咱们就是开始第一行 这个帽子我收过 不管是哪一层都是全部下针 也叫做大平针 所以咱们全层都是支下针 好第一针 一针下 第二针 咱们用右针 以支上针的方式 挑下这一针不支 也叫做反挑不支 然后第三针 咱们右支下针 第四针 反挑不支 这就是第一圈的支法 就是重复第一针和第二针的支法 好 一针下 反挑不支 再一针下 反挑不支 然后又是一针下 反挑不支 就这样呢 重复的把第一圈 把它支完 这个帽子 我们现在开始支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到帽顶的时候 咱们都是全程不加针 不减针 第一圈的我这里剩下两针了 一针下 反挑一针 注意最后一针一定是反挑的这一针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支完了第一圈 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二圈 那第二圈呢 咱们就需要用到另一种颜色的线 大家呢 先在它的这一端呢 打一个结 这里有个活结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圈该怎么支 第二圈的支法是 第一针咱们 因为上一圈 第一针是支下针 所以现在第一针 咱们就反挑不支 然后第二针 咱们要支上针 所以用右针 以支上针的方式 穿过第二针 那支这一针的时候 咱们就要用到另一种颜色的线 我们把这个活结套上去 然后把它挑出来 再把支线放下去 这里呢 这里可以稍微的拉拉紧 让这个结 让这个活结呢 收紧一点 好 接下来咱们就重复这两针的支法 注意我们现在第二圈就要用到配色线了 因为这个红色线的 咱们就不用 第三针 反挑不支 支第四针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先把支线带上来 因为是支上针 支完上针 把支线放下去 然后又是反挑不支 反挑不支的这一针 就是上一圈支下针的这一针 好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然后我们又是支线带上来 支一个上针 支完上针一定一定要记得把支线放下去 反挑不支 一个上针 支线放下去 反挑不支 一个上针 支线放下去 大家呢就重复 这种支法把第二圈把它支完 第二圈呢剩下两针 好 现在轮到反挑这一针 最后一针咱们就轮到支一个上针 再把支线放下去 好 这个交扣呢如果行碍事的话 我们把它放到下面 第二圈支完之后 大家观察一下 咱们棒针上的这个线圈呢 就是一红一白间隔来的 一定是这样的 一红一白间隔来的 如果没有一针一针间隔的话 就说明咱们知错了 现在我们开始第三圈 那第三圈呢咱们又需要用到主色线 这两个线头咱们先不管 支完之后再来藏 再来隐藏它 好 我们把底下的 咱们把底下的主色线拿起来支 拿起来支之前这里稍微的带带紧 稍微带带紧 好 现在是第三圈 第三圈的支法 咱们又是重复了 第一针支下针 然后咱们把支线带上来 第二针反条布支 再把支线放下去 第三针支下针 支线带上来 反条布支 支线放下去 再一针下 好 就重复这样支 一个下针 这个下针支完之后 大家一定要记得把支线带上来 再去反条这一针布支 然后一定要记得把支线放下去 再去支一个下针 就这样的 重复的把这一圈支完 第三圈剩下两针 一针下 支线带上来 反条布支 支线放下去 第三圈支完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第四圈 那么后面从第四圈开始 后面的支法就是不断的重复 刚才的第二圈和第三圈的支法 就一直重复这两圈的支法 一直的往后面支 全程不用加针 也不用减针 好 那这里因为是重复的时间的关系 我再给大家重复两组 就是四五和六七 它们的支法 其实跟二三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四圈 就跟第二圈是一样的 我们又要拿出底下的这个 白色线把它拿起来支 然后大家注意的是 比如说我们上一圈用的是红色线 那么下一圈一定用的就是白色线了 是吧 这不用说了 好 第四圈 第一针咱们是反条布支 把支线带上来 再是一个上针支线放下去 反条布支 支线带上来 一个上针支线放下去 好 就重复这种支法 用白色线支的时候 支的就一定是白色的这个线圈 然后红色的线圈就是一定是条的 大家把这一圈支完 第四圈还剩下两针 好 咱们这一针反条 最后一针支一个上针 再把支线放下去 第四圈支完了 现在我们开始第五圈 第五圈的支法就跟第三圈是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又是把底下的红色线拿起来支 支之前也是稍微的把这里带带紧 好 现在是第五圈 第一针 一针下 支线带上来 反条布支 支线放下去 好 然后就是重复了 一针下 支线带上来 反条布支 支线放下去 反条布支 一个下针 支线带上来 反条布支 支线放下去 再支下针 就这样的重复的把这一圈支完 那当我们用到红色线支的时候 一定挑的就是白色线 支的是红色的线圈 好 知道这里相信大家应该发现它的特点和规律了 第五圈还剩下两针 一针下针 支线带上来 反条最后一针布支 支线放下去 第五圈支完了 现在开始第六圈 那第六圈的支法又跟第四圈 第二圈是一样的 我们又要把底下的白色线拿起来支 同样先把这里稍微拉拉紧 好 首先第一针反条布支 再把支线带上来 支一个上针 上针支完支线放下去 反条布支 支线带上来支一个上针 上针支完支线放下去 好 我们就重复这样的支法 一直把它支完 第六圈还剩下两针 最后一针是上针 支完之后把支线放下去 那现在呢 我们又开始第七圈 又是轮到用主色线 我们把底下主色线拉拉紧 拿起来开始支第七圈 它的支法跟第五圈 第三圈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第一针是下针 支线带上来 反条布支 支线放下去 一针下 支线带上来 反条布支 支线放下去 一针下 就重复这个方法 一直的支 是吧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后面支法 就是不断的重复 前面第二圈 第三圈的支法 就这样一直的支 那这样一支支 要支多高呢 因为这个帽子 它翻了翻边之后 也是可以戴得很好看的 所以咱们要支的长一点 我们要支 成能带的话 大概要支20厘米 20厘米 如果是小朋友来戴的话 比如说这样10岁左右的小朋友 我们大概也可以支20厘米 如果是6岁 6到10岁 或者更小的小朋友 大家可以支这样18 或者17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收针 帽子组体支好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收针 我这里时间关系 我就不支那么长 我就支这么一小段 然后就给大家来演示 如何收针 如果是头围比较大的 就是头比较大的姐妹呢 你这个组体呢 也可以多支 就是支21厘米左右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记住 咱们每一行 棒针上的这个线圈 都是一红一白 一红一白 这样间隔来的 如果不是的话 就说明支错了 还有就是 支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 中间都是可以打开的 就是这中间是空的 整个帽子中间都是空的 除了这个放记号扣 也就是开始和结束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打不开的 其他地方都可以打开 好 那现在咱们收针 收针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这些 所有的针数来进行 把它们分开 所以咱们用缝合针 穿好一段肺线 咱们需要把它们分开 好 那我们这个红色的 就是外面的这个 颜色的这个线呢 咱们可以用缝合针 把它穿起来 然后这个 靠近里面的这个 颜色的线 咱们把它穿到棒针上 就这样呢 一直 把它 穿起来 因为这个 收帽顶呢 咱们把它们分开支 会更好支一点 好 好 看到没有 大家就这样呢 一直的把它们 穿过去 把它们分开之后 我们再来 再来收针 收针就全部分好了 大家看一下 分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地方是咱们 开始结束的地方 所以咱们 在哪一面看 它都是纯色的 然后这个地方 它是打不开的 其他地方都是可以打开的 都是可以打开的 好 那现在呢 咱们就开始收帽顶 我们先收里面的这种颜色 就是先收里面的这一片 这个里面的这一片呢 因为这个 它翻过来要是下针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还要像支主体一样 把它支成那个上针 要支成上针 看到没有 是吧 所以我们呢 现在就开始收 收针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分配一下 比如说 如果你起的是六十四针 或者是七十二针 比如说 你是六十四针 八八六十四 你就可以分成八份 分成八份呢 那就说明 每一份是八针 如果你是七十二针 你也可以分成八份 说明 每一份呢 就是九针 就是九针 好 那我这里 比如说 我是七十针 我是两个七十 那么七十针呢 我就分成七份 说明每一份是十针 每一份是十针 那每一份是十针 我们怎么收针呢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不管你那个 分成几份 不管你一份是几针 我们方法都是相同的 我这里一份是十针 所以我就要先支八个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上 然后再去把第九针 和第十针 同时支为一个上针 这就是其中一份 如果你是八 六十四针 八八六十四 你分成八份 每一份是八针 就说明你是先支六针 然后把第七针和第八针 同时支为一个上针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重复 然后我们就重复 这一份的那个方法 就可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然后又使第九针和第十针 同时支为一个上针 就用这种方法呢 把第一圈 也就是第一次收针 把它收好 第一圈的第一次收针 我收到最后一份了 最后一份呢 就收完了 收完了之后 我们再连着支 四圈不加不减 全部的上针 四圈不加不减的上针 支完了 那现在我们就进行第二次的收针 第二次的收针呢 方法跟第一次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这里是第一次是支了八针 然后再把第九针和第十针收针 那现在呢 我就应该支了七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那我现在呢 第二次收针就是应该支七个上针 然后再去把第八针和第九针 并为一个上针 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比如说你是八八六十四针的 你第一次收针是先支六个上针 然后进行收针 那么第二次就应该是五个上针 再进行收针 明白吧 那后面的收针呢 就是一次的减下来 后面就是支支那个四个上针 然后收针 三个上针 两个上针 一个上针 就这样减下去 那我这里比如说 现在是支七针 然后收针 对吧 那下一次就是六针 再下一次五针 四针 三针 二针 一针 就是这样 那后面呢 就是遵循这个规律就可以 然后我们就重复刚才这一份的支法 两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然后把第八 第九收为一针 大家呢 把第二次收针 把它织完 第二次收针 收完之后 然后我们又 又再织三圈不加不减的上针 然后来进行第三次的收针 三圈不加不减的上针织完了 现在第三次收针 第三次收针呢 就是遵循刚才说的规律就可以 两针 三 四 五 六 我的第三次就应该是支六个上针 支那六个上针 然后呢进行收针 这就是其中一份 接下来我们重复就可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呢 收针 大家把第三次收针呢 把它收完 收完之后再织两圈不加不减的上针 我们来进行第四次的收针 两圈不加不减的上针之外呢 现在进行第四次的收针 那我这里第四次的收针呢 就应该是支五个上针 三 四 五 然后进行收针 那你们呢就遵照我刚才说的规律 去依次递减下去收就可以 因为我们的针数可能会是不一样的 不管多少针 遵循这个规律来收就可以 好 这是第二份 然后我们也把它收掉 收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下一圈直接进行下一次的收针 也就是这一圈支完之后 我们中间就不再需要那个不加不减的支 就连着收针就可以 我的上一圈是第四次的格五收一针 已经支完了 现在我这一圈呢 就进行第五次收针 那就应该是格四 也就是支四个上针 二 三 四 然后收针 那么很明显 我下一圈就应该是支三个上针 再来收针 三针 四针 然后收针 大家把这一圈收完 隔四收针的这一圈支完 现在这一圈是隔三 也就是支三个上针 两个 三个 然后去进行收针 一 二 三 然后收针 大家把它支完 现在是隔二收针 现在是隔二收一针 就是支两个上针 两个上针 然后收针 这是一份 一 二 收针 这是第二份 大家把它支完 现在是隔一收针 也就是支一个上针 然后我们就收针 然后我们就收针 一份 一个上针 收针两份 大家支完 支完了 那现在咱们就这一圈是直接的 两两相并就可以 一份 两份 这一圈收完之后 我们就会 每一份就只剩下一针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等于是全部收完了 现在棒针上 棒针上呢 就剩下了七针 因为我是七份嘛 每一份是一针 如果你是八份 那你现在就应该全部剩下了 有八针 那支到这里呢 咱们就可以断线 大家把线剪断 留点线头 然后用缝合针穿好 我们现在呢 需要把所有的 就是剩下的这里的七针 或者是八针 把它们全部穿起来 把这个帽顶收口就可以了 然后穿 大家呢 可以穿一圈 那如果为了保险起见 就是不容易脱针 脱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多穿一两圈 好 这样呢 就表示穿完了 一圈 然后我的习惯呢 是 走两圈半 好 然后我们就是刚才那里的八针 我的七针 这里的一 二 三 四 走了四针了 这一圈了 咱们继续 五针 六针 七针 好 穿到这里呢 就是两圈 两圈半 也就是我第三圈呢 再走 走一半 走个两三针就可以了 咱们把它穿过来就行 然后呢 我们拉紧这个 把这个地方拉紧 这样帽顶呢 就没有动 这个地方就没有动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呢 隐藏线头 就在这个地方隐藏 因为我们这个帽子翻过来 是这样戴的 这个才是正面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面 把这个线头隐藏一下 好 隐藏一下 隐藏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用棒针 把外面的这些针术 全部把它穿起来 这里呢 全部都用棒针呢 穿起来了 记号扣呢 我也放好了 这个是开始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就是进行 外面这一个 这一层帽子的收针 那么显然 它的收针规律呢 跟圈数 是不是跟刚才白色的 里面这一层的规律 圈数应该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这样两个帽子呢 才是一样大小的 差别只是什么 我们白色的是支上针 然后现在外面这一层红色的 我们是支下针 差别只是这里不同而已 好 比如说我以我的为例 那现在我进行第一圈 也就是第一次的收针 那我就需要织八个下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下针织完 然后呢进行二并一 就是把第九针和第十针 把它们收为一针 这就是其中一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第九 第十两针 把它们收为一针 大家把这一圈织完 第一次隔八收一针 这一圈织完之后 然后我们也是再织四圈 不加不减全部的下针 就跟你面这个帽子的规律是一样的 也要再织四圈 织完四圈之后 我们就进行第二次的收针 那我这里第二次第二次的收针呢 就是隔七来收针 也就是一 二 我已经织了两针 三 四 五 六 七 隔七收针就是织七个下针 然后去收针 这是其中一份 织织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然后又进行收针 这就是两份 大家呢就这样一直的织 把这一圈呢 把它全部的去织完 织完之后呢 我们中间又织三圈 不加不减的下针 然后就来到了第三次的收针 就按照这个规律收 第三次的收针收完之后 我们中间又织两圈 不加不减的下针 然后就第四次的收针 第四次收针收完之后 我们中间就不再需要间隔了 就直接下一圈就第五次 再下一圈第六次 就按照这个规律 依次递减下去收针 方法跟这个刚才 织白色帽子的这个方法规律 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只是 它支的是上针 咱们这个支的是下针就可以了 大家呢就这样一直收 收到这个最后 每一份子剩下一针的时候 咱们也跟这个一样 用这个缝合针 把线穿起来 然后把最后几针呢 把它们收口就可以 收完口之后 咱们把这个线头 带到这个里面 带到这里面去隐藏就可以了 这里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然后呢 这个起针的线头 起针线头呢 大家也是可以呢 带到里面 就是呢 你可以直接的从 其中一个地方 找个洞 然后呢 把这个线 藏到这个里面 就是藏到这个夹层里面 就可以了 这个红色线头 也是一样的 把它带到这个夹层里面 就可以了 就可以 线头全部藏好之后呢 就会是咱们这样一个效果 看到吧 就两边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 它就是 这种中间是这样可以打开的 然后你可以 这一个帽子当做四个帽子来戴 这样戴是一个 然后翻边是一个 然后把里面翻出来 把里面翻出来 这也是一个帽子 白色的 橙色的对对帽 然后翻边呢 又是 第四款帽子 好 那今天的教程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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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